美国华裔刑事辩识专家李昌玉近期遭指控 原因是他涉嫌在1985年的一场谋杀案中伪造证据 美国康乃迪克州检察长汤伟林、Will Young Tong 办公室当地时间19日晚间宣布 同意与两名因判谋杀罪而服刑30年冤狱的男子 以2520万美元达成和解 两名男子当年入狱 有部分是依据康州著名刑事见识专家李昌玉提供的证据 但康州联邦法官7月判决李昌玉对伪造谋杀案证据负有责任 两名康州男子博旗Ralph Ricky Burch与亨宁Sean Henning 被控在1985年12月1日杀死65岁男子卡尔Everett Carr 经过审判后被判有罪 他们服刑30年后 2020年因证据不足 罪名被法院撤销 两人随即向联邦法院提出冤狱告组 将李昌玉八名康州警方调查人员及新密尔福镇New Milford列入被告 汤伟林办公室表示 根据和解协定 薄奇和亨宁将各获1260万美元 该协议仍需州议会批准 检察长办公室及原告律师发表声明表示 我们很高兴原则达成协议 解决这些问题符合各方最佳利益 李昌玉当年作证指称 在受害者位于新密尔福德的家发现一条毛巾 上面有与血迹一致的无几 但2020年 一名法官在庭审中检测发现 毛巾上没有血迹 于是撤销该重罪谋杀罪 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博尔登 Victor Bowden 7月21日裁定 没有证据显示 李昌玉曾对毛巾进行过任何血液测试 因此对他作出简易判决 对于该法官判决 检察官办公室已表示 会为李昌玉上诉 同时替他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现年84岁的李昌玉 7月31日举行记者会 并发出长篇声明 否认自己捏造任何证据 他表示 从案发到辩方专家 对毛巾进行测试的20年间 血迹可能已分解变质 不能说20多年后找不到证据 就分析20多年前证据不存在 他并写道 我没有动机 也没有理由捏造证据 他将其他人资金项到 他用到深入或者是 他用到深入证据